我認為我在工作上面表現非常好 那我出軌是我私領域的事情 好了嗎? 好了嗎?就這樣 這是我跟我老婆的事 所謂當政治人物就是要不要臉 非常不要臉 極度不要臉 網路上側翼在洗風向 說這是中共的陰謀 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 你是很不願意的 他拿一個手機在拍你 他在這邊拿一支槍 來 把你的老... 槍進去 是這樣子嗎? 真的覺得趙天林先生是個人才 所謂當政治人物就是要不要臉 非常不要臉 極度不要臉 他的老婆也趕快出來執行 為了擋嘛 是吧 為了賴清德嘛 是吧 他老婆說 我是看不懂這是 什麼 代表什麼啦 讓你今天開記者會 講話講得這麼有底氣 我們先給他看這一段 在沒有任何證據情況之下 把我一個自癒於做錯的事情 然後來 再沒有任何證據 親中舔共 算不算證據 就像我常講 你們各位是看到我把 1%放到1% 民進黨就是這樣子嘛 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 死不認錯 絕對不認錯 就算嘴上認錯 但是其實他不認錯 這個給 我們所有前天下的男人做一個示範 以後你出軌 就學習我們的 趙天靈委員 我們台灣國家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就這樣做答辯就可以了 就這樣做答辯就可以了 看到他的神情 看到他講話那個底氣相當好 然後也跟各位講 一件事實 就是說 出軌就 我私領域的事情啦 以後任何公眾人物或是任何 的人 問你 或是說 任何人問你 你發生了這件事情 或是說你出軌了 這個就是我們最好的教科書 我認為 我在工作上面表現非常好 那我出軌是我私領域的事情 好了嗎 好了嗎 就這樣 這是我跟我老婆的事 當然是你跟你老婆的事啦 問題是你今天是個立委 他這些地方的婆婆媽媽 這些太太們 這些年輕小姐們 認為 OK嗎 認為 OK嗎 你們這些 女孩子 認為OK嗎 各位的爸爸媽媽 各位的媽媽 認為OK嗎 我知道你老婆原諒你啦 但是你 身為一個 政治人物 零的是 所有人民的 錢 有一半的錢是女性 那 你今天這樣子的表現 是不是跟全台灣的 所有的 女孩子說 有你老公出軌了 這樣應對就可以了 然後你也是要跟所有人說 反正當老婆就是要原諒老公 是吧 網路上側意 在寫風向 說這是中共的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中共在後面拿槍 其實 你是很不願意的 他拿一個手機在拍 他在這邊拿一支槍 來 把你的老 放進去 是這樣子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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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